先祈祷一下 因为这一场是阿根廷对墨西哥 希望阿根廷不要再为我哭泣 上一场阿根廷对沙特阿拉伯呢 阿根廷1比2输给了沙特阿拉伯 创造了一个奇迹 因为全世界都看好阿根廷 那么他在对阵沙特阿拉伯的这场比赛呢 是很有话题性的 阿根廷特别强啊 今天阿根廷真的是特别强 然后最近的比赛是顺风顺水 就是逢打必赢 基本上而且都是3比0 2比0 4比0 但是沙特阿拉伯呢 他是勉强晋级世界杯的 但是阿根廷偏偏输给了沙特阿拉伯 另一个话题就是 梅西他是最后一届参加世界杯 那么他是否能在世界杯当中呢 取得更好的成绩 对吧 问顶 世界杯 能够手捧大力神杯 但是很奇怪就是地产 他就输给了沙特阿拉伯 那么沙特阿拉伯这一边呢 很奇怪啊 就是一周多前呢 然后找到梅西 支付1亿欧元的这个 费用 请他为沙特阿拉伯这个国家做一个旅游大使 代言 不知道这个是真的假的 我是有看到这样的报道 但是你说他收的1亿欧元 的这个赞助呢 对这场比赛有没有影响 影响呢 我觉得 我更觉得是没有影响的啊 但是呢 会很奇怪 你夹在这个整个事情当中 你看起来会很奇怪 对吧 那么 阿根廷呢 如果是说 他有问题啊 他是想是说 跟沙特阿拉伯之间能够打成1比1平 这样的情况 然后他在下两场当中呢 能够提胜 对吧 争取出现 但是我觉得 不太现实啊 不太可能 因为世界杯的比赛 就像我昨天 讲的卡塔尔 跟那个卡塔尔那条片啊 我说的是 世界杯 这些世界杯当中不存在阴谋论啊 但是我刚才以上说的呢 就是一种阴谋论 ok 回到 阿根廷对墨西哥这样比赛 那么阿根廷在历史当中 跟墨西哥呢 也是交锋多次啊 基本上都是赢的情况 然后有打平 啊 有大比分的赢 所以双方是非常了解的 双方是非常了解的 墨西哥在上一场呢 也是打平的啊 所以他是1分 阿根廷是0分 所以那这一场的话呢 呃 墨西哥要赢阿根廷其实很难 因为他太了解了 双方太了解了 对吧 双方太了解 所以他很难 但是阿根廷呢 他是自在必得 一定要拿下来 不然的话 对于他整个球队的这个 呃 名名声很不好啊 是不是沙特阿拉伯有有做什么动作 对吧 另一个他也一定要拿下来呢 去争取出现 回顾到用最大的这个力气去打这场比赛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我觉得应该是大比分的这一场球啊 我觉得推荐是平其他 然后呢 个人推荐比分是4比1 5比0 5比1 啊 这是我的个人推荐而已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